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伤味并不能判断羊肉的好坏 反而是伤味大的羊肉口感很差 不能作为评判标准 羊肉有伤味怎么去除 主要还是在烹煮的时候加一些辅料进去 让味道慢慢的消除 有以下几种仅供参考可以试一试 效果还是不错的 一 炖羊肉时在锅里放入几个柑橘皮 煮沸一段时间后捞出来 再放入几个柑橘皮继续烹煮 反复几次直到羊肉伤味完全去除 二 花椒有其独特的味道 在做羊肉的时候放入适量的花椒 能有效的去掉羊肉的伤味 不过花椒最好是用油煸透后就扔掉 三 在炮制羊肉的时候 无论是煮羊肉汤还是炖羊肉 或者是吃火锅 都可以放一小把绿豆倒汤里面和羊肉一起煮 不用另外捞出羊肉 这样去伤味的方法也很方便快解 四 少煮羊肉时用撒布包好碾碎的丁香 撒仁 豆蔻 紫酥等一起煮 不但可以去山还可以使羊肉具有独特的红味 五 用水浸泡一段时间 这个是必须的 不仅可以更干净的清洗羊肉 还可以有效去除很大一部分的伤味 但是浸泡时间不要过长 否则羊肉吃起来就不香了 六 羊肉与萝卜一起炖 可以去除伤味 其实这样还有助于保持营养 有助于消化 七 加入适量的大蒜和辣椒 也能去除羊肉的伤味 二 吃羊肉的注意事项 一 吃羊肉后不要立刻就喝茶 因为在羊肉里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 而茶叶里有种叫柔酸的物质 倘若吃羊肉后立马喝茶 会产生柔酸蛋白质 从而导致贬秘 二 患有肝炎的病人不要吃羊肉 因为羊肉肝温大肉吃到太多 会促使一些病造发展 会使病前变得更为严重 三 吃羊肉的时候适当多喝水 并且多吃一些水果 蔬菜 以及含钙量比较丰富的食品 进一步增加营养 四 夏季气候炎热 不宜吃羊肉 有发热症状的孕妇 不要吃羊肉 五 喝羊汤时不要加醋 因为羊肉性肉 而醋中含汤 纹收素 醋酸等多种有机酸 一与含性食物搭配 与热性羊肉不相似 六 吃羊肉的时候一定要煮熟 孕妇尤其要注意 因为羊肉里面有公形虫 如果温度不够高 煮得不够透彻的话 就消灭不了这些寄生虫 羊肉的辨别 一 要闻肉的味道 正常有一股很浓的羊生味 有添加剂羊肉的羊生味很淡 而且带有清臭味 二 要看肉质颜色 一般无添加的羊肉色 呈爽朗的鲜红色 有过滴的肉质呈深红色 三 要看肉壁厚薄 好的羊肉肉壁厚度 一般在4-5厘米左右 有添加剂的肉壁 一般只有2厘米左右 四 要看肉的肥镖 有瘦肉煎的肉 一般不带有肥肉 或带有很少的肥肉 肥肉呈暗黄色 好了 朋友们 感谢关注 这次尝试了解更多尝试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